有一天晚上我上圖下瀉 我就發現 欸怎麼有寫 這種東西我覺得 很不專業 你同一個法系 你看了三集 嘿對 你就都不要生病 這是外景的感覺嗎 有沒有吵架或什麼 墓地有大吵 對 吵翻了 我真的去的時候有生病 水土不服 然後我去泰國的醫院 去打針 掉點滴 對 有一天晚上我上圖下瀉 因為我食物中毒 然後就吐到早上 然後我一開始就先吐 之後我就發現 欸怎麼有寫 我就很緊張 我那時候真的貪亂 還好我之前有一些 例如說腸胃的塵藥 我就吃那個塵藥 但是因為我是食物中毒 所以吃了之後沒有更好就算了 反而就是 要更嚴重 到最後我覺得我會脫水 那為什麼會因為生病是吵架 沒有啊 因為他很常 他很愛就是在拍片前一天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生病 那我覺得這種狀況 基本上你就是要去看醫生 他已經不是病本身的問題 是為什麼只要一遇到工作 或是賺錢的時候 你就是會生病 你是太懶惰嗎 還是看抗拒什麼 就真的是身體藥 因為這一套在我這邊已經不管用了 那天很有趣 大家都非常關心展瑞的狀況 因為展瑞是真的 貪在那邊 但是唯獨展榮一個人 就是就是 沒辦法買貪 你到底是什麼問題 展榮對 因為第一這麼兇 沒有 同一個法系 你看了三集 同一個法系 然後就是反正只要有事情 就是要扛責任 或者要做大事的時候 他就是會生病 這種東西我覺得 很不專業耶 對 你就都不要生病 我們就現在記得 分開住吧 還好沒你住 不然就叫我安靜的 連吐的全體都沒有 連緊一點 我們要吐就不要在那邊睡 這是你人生最嚴重的原因 是病嗎 我覺得算是 我換一個問吧 對 可是你人生中 呃 死過的招是 最賤的一次 哈哈哈哈 逃避工作最英雄的一次 對 你知道晚上要有一個猛男海鮮餐廳 我覺得應該是我高貨最大的一招 沒有啦